這就是如何播放網絡呢? 整集應該大家都明白了 除了這個,Listline Listline是因為家裡沒有可能用到的 Listline是租線 向那間ISP租線 因此找電線一直在公司 這個就是Listline Security最高 Blockband低一點 Wireless更加不用想 OK嗎? 接著這些不用看 就這個了 Hardware預備了 接著就到軟件了 軟件有什麼呢? 就有軟件和Polocode 軟件方面就是這些 HCTP、TCP、IP 記住全部的字都有什麼? 有個P字 P代表Polocode 所以大家回答MC的時候 他問你以下哪些是Polocode 一定有陰招 一定個個都有個P字 可以嗎? 一定有個P字 而最陰理那個 而有機會有人選擇的 就是ISP ISP是不是Polocode? 是不是? 不是 記住ISP的P是Provider 不是Polocode 其他的P呢 可信程度就很高了 是唯一的ISP整個陰人 接著有個超厲害的東西 麻煩你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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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今天呢 你就要背回個次序 加上英文 A代表什麼呢? Application P代表什麼呢? Presentation 跟著Session Transport Layer Network Layer Network Layer Data Link Layer 和Physical 嘩 好難背喔 背些句 這個很完整的句子 背了個次序 但為什麼要背個次序呢? 因為公開考試有機會問你填孔孔 你跟著次序填孔孔的 至於這裡也很棒 這個值得大家背的 公開考試MC問過呢 HTTP應該屬於哪一個Layer 原來FTP HTTP呢 全部Application 有沒有人回答我為什麼它是Application? 兩個都幾熟的喔 什麼時候用的? IE 當你IE最頂的時候 你有機會打HTTP的 你打的喔 你是誰? 你是User 你跟誰接觸啊? 跟機器 第一層的接觸就是Application 有沒有人打過TCP的? 沒有 為什麼? 你抓不到的 你摸不到的 因為你摸得到的東西 是Application 跟著 做完一件事之後 那些Data 就傳到Presentation 再傳到Session 再傳到Transport Transport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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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至關於什麼? 輸送 所以你記得 TCP 和IP 是Internet裡面最重要的 誰用來支解和合體的? 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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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這裏告訴你 OK 就是TCP TCP 負責支解你的Data 變成Packet 亦都是將Packet 混合成Data 所以TCP 是用來支解的 支解完一代代的東西 做什麼呢? 就去Send出街 就是靠IP 去WOW你的Data 即是說這些Data 如何是目的地呢? 就是走這條路 走那條路 出去推 行不行? 當你 它決定到走什麼路 就真的走那條路 Data Link 但Data Link 就說什麼呢? 好像隧道那樣 香港仔隧道 其實是一個Physical的 但香港仔隧道 前面有什麼的? 大家知道嗎? 大家出銅鑼灣補習的時候 隧道面 入孔之前有什麼的? 不知道有什麼的? 什麼? 收費廣場 在收費廣場 和孔之間 有什麼的? 而最近的孔 都不知道 不知道 答案是 紅綠燈 原來有紅燈綠燈的 紅燈 司機不能進入孔 綠燈 就可以進入 黃燈呢? 黃燈 即不是紅燈 都可以進入 OK? 行不行?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要這樣做一個比喻呢? Data Link 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控制你什麼時候 發送你的Data 通一個真正的Wire Wire cable 不可以亂按Send 為什麼不可以亂按Send 撞 例如我 香港的隧道 大家知道是什麼? 雙管的 兩條管的 你知不知道 晚上有人回家 或者出去 單管的 為什麼要單管的? 省錢 不是 原來就是做維修的 OK? 旁邊的管道 就用來做維修 再說 你要用紅綠燈去控制 紅燈呢 這邊紅燈那邊就是綠燈 再說 誰負責做這件事呢? 就是Data Link 行不行?